上一集我們說到 那個叫水喉佬的人已經打死了山鼠 然後用一支土槍指著我 這個水喉佬果然不愧能夠在邊境縱橫的大冊家 像山鼠這些民間影帝 翻牆一樣那麼柔滑的腳色 也不能夠瞞得過他 我看到他手裡的這支槍還飆著青煙 造工很粗糙 一看就知道不是國產的 特別是他那個醜陋的消聲器 簡直就是隔壁鐵譜那裡隨便打出來的一樣 就是被這樣一個這麼粗糙的槍頭指著我的額頭 我沒有太多驚恐 而是探探地小笑 認真地詢問著說 嘩,你真好啊 在哪裡看出不妥的? 我問得很真誠 就好像和他探討的案情一樣 這個鄉下農民打扮的幫派分子 他的嘴角露出了冷豪的笑容 他並不回答 而是用那個帶著青煙的槍口繼續指著我 向著我額頭不斷刺一下 然後說 你想告訴我你是什麼身份嗎? 公安? 江湖人士? 還是多管閒事? 他在說話 而我就是在觀察 我看見水喉佬雖然表情和目光都十分凶狠 但是他握著槍的手微微有些糾動 我知道我始終給了些壓力給他 做那個白小姐生意的人 特別還有著那個所謂孟立五讀教背景 殺人這些事已經對他來說很稀奇平常 也不足以令他心慌 但是必然就是我的出現令他感覺到驚恐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因為情緒失控 而把槍雞抹下去 我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能夠在這麼近的地方避開這一擊 於是我就很坦誠地說了 倒不是 我是和被路走的小伯俠家有些交情 勉強算得上是親戚 所以幫他找一找 水喉的眼睛閉成一條線 冷靜地說 那個英俊被我們劉姑娘看上了 收為徒弟 這個是他十世收到來的福佛 你再這樣死前難打 那就有點不惜抬舉了 劉姑娘? 我走走眉頭 虎少爺繼續說了 那你們一聲招呼都不打 就這樣帶走那個人 知道的,你們就要收到徒弟 這樣自然是天大的造化 但是不知道的 這是綁架、拐賣 你知不知道這孩子的爹娘 多麼發愁周圍在籌錢? 打算應付這群綁匪 這麼好的一件事 如果溝通一下 那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那支還發熱的窗館 一下子又頂到了我額頭之上 那個農民的嘴上的鬍鬚 微微地震動 一次一句說了 不要怪我了 我摊摊你的手 虎少爺說了 不怪你 怪我自己多管閒事 不過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剛才是怎麼看出破綻來的 你不要多心 我只有一個知智 地上躺著一個 腦已經開花了的死人 但是為了緩解這樣對立的衝突情緒 我不涵不淡地和這個人扯起大雞腿 這種叫做思維引導 水喉顯形都沒有留意到 他得意地說 這個山鼠我知道 泥江城裡面最圓滑的二五仔 又貪心又怕死 為了跌跌錢 連自己的胱油都敢死賣 這樣的人怎麼相信一個 另外我這個地方 除了五六教的人 誰知道 就連我生意上的心腹 也不可能知道 但是他就帶了一個陌生人過來 眼神在閃上 你說了 我怎麼會不先下手為強才行呢? 我剛才認真地這樣說了 哦 這樣說來 這個人真的很不靠譜 不過他能夠帶我過來認識你 也算是勿盡其勇 水喉哥 所謂不打不相識 我們倆之間只不過小事誤會 不如 我正想腦點對方 誰知道就在這個時候 頂著我額頭上的槍突然加重力度 剛才還和我和顏月式說話的水喉佬 突然冷聲地說 葛公在哪裡? 我呆了一下 下意識地反問 葛公? 就是這樣一點的情緒波動 對方立刻感受得到 突然低聲喝著說 來,給我跪下 立刻跪下 剛剛不是說得好地地嗎? 為什麼轉眼之間就跟著翻臉? 這種情形令我明白了對方並不是一個很欺騙的人 而這一季之後 恐怕我的頭就要被他打得開花 然後就和躺在這裡的山鼠一模一樣 我知道沒辦法再騙對方 也沒辦法在他口裡問出什麼來之後 我把原本的謙卑也收起來 皮笑肉不笑地說 嘿嘿嘿 在我很小時候 有一個老人家曾經教導過我 男兒室下有黃金 跪天跪地跪祖宗 其他人也受不起我這一季 我這麼強硬的語氣突然之間出口 對方立刻反應過你 也不再跟我多說廢話 他的食指正準備在槍梯上不斷扣 而就在這個時候 我觸謀已久深淵三法之中的風眼 紫然之間鼓動起來 砰的聲音 這聲音的槍聲 好像在玻璃瓶裡響起的一樣 空氣紫然之間一震 不過子彈並沒有捐入我的頭骨 而是拆著我的臉飛出去 與此同時 我的左手瞬間捉著對方 握著手槍的手 然後出力一拉一扯 在對方一同反抗的情況下 我就將那支操控到極點的槍 不斷地打出去 剛好正好就跌落在山鼠的臉上 把半臉都打爛了 緊接著 我和水喉佬在狹窄空間裡 開始了近身的搏擊 作為一個常年在生死邊緣游走的老江湖 這個水喉佬的近身擒拿功夫 有著十分狠辣打獨的手段 但是他最終都是給我一掌打飛 重重地達到唐屋正中間的神壇上 一陣子掉落地 一身的狼藉 這個江湖老油條在雲南這一帶 說不定也是一幫的土豪劣霸 但是就在我面前的確不是我的手腳 當水喉佬跌在地上的時候 他的身子剛剛一落地 就沒有半分猶豫地雙腳一蹬 向著旁邊的側房不斷飛奔出去 這個人真是十足的老江湖 見世不妙打我不贏 就選擇馬上走人 但是我並不會給他機會 就在他即將來到房間的時候 我已經一個錯步走位 提前地封在他前面 當頭一個掌心雷 向著這個人不斷印了下去 水喉佬的去勢很急 幫忙當中也避不及 只能夠伸手來擋 怎知道這一雙獄長剛剛和我接觸 就感覺到傳來了一份磅磅的雷衣 一聲 就好像真的有雷霆響起一樣 跟著將他打中 全身都發馬 腳底軟 整個人就趴在地上 水喉佬一擊失手 躺在地上 還準備再次出擊 沒想到全身無力 連握拳頭都好像捏著棉花一樣 軟綿綿 根本上都沒辦法 我慢慢走到他面前 伸出左腳 一下子踩在他的胸口 低頭向著他說 怎樣? 我就說過了 就憑你的身份 真的驚不起我這樣跪的 胸口被我死死地踩著 水喉佬有點呼吸 他鼓紅白臉說了 你…你…你到底是誰? 我叫陳智晴 我叫陳智晴 無名小卒而已 你有聽過嗎? 我原本以為這個水喉佬應該沒有聽過我這個江湖新人 沒有想到這個人的面上馬上露出了釋賢的表情 他鼓著一口氣然後說 原來是茅山派掌榮的高竹三代大師兄 這樣說來我水喉佬輸得也不算冤枉 這個人的說話令我皺起了眉頭 我以為我江湖之上就直直無名 想不到我的底細已經全部被人起清楚 面上的神色也變得有點難看 我冷聲地問 你在哪裡知道我的? 一個在偏僻邊境的小中派 怎麼能夠知道我的信息? 這樣的情報收集能力真的有點太誇張了吧? 更重要的是 他知道了這麼多到底是為了什麼? 應該不僅僅是為了在邊境上辦買一些毒品 以及做一些蛇頭方便做的事情 如果沒什麼用的話 怎麼會打探得這麼細緻? 面對著我的盆問水喉的面上 難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嘿,不要把我當成散鼠那類的貨色 想從我口裡問出東西 下勢呢你 我蹲下的身子一下子叉著他的頸子 一臉寒傷地跟他說 你自己也有修道中人 應該知道這個世界之上 能夠令到死人開口的手段都有 更何況你還生吵吵一個活人? 不想吃虎頭的話 就立刻給我交代清楚 免得受罪 我這樣威脅著 而那個水喉佬的眼神就突然間換散起身 我心裡一怕 伸著手去捏他的嘴 最終都是叉了一步 將他嘴捏開之後 裡面一大股鮮血就這樣流出來 瞬間將他的下巴和他的頸染成鮮紅色 緊接著 這傢似這傢似最後一分力量一字一句說 叫死人開口 我真的很好奇 你是怎麼叫一個破碎的靈魂說話的? 說完這些說話之後 他臉上的表情居然還在笑 而我皺實了眉頭 這個五毒教的人真是狠毒 前面的割供一堆毒粉 將自己搞到慘不忍 而這個水喉佬簡直是變態 將自己的靈魂全部搞碎了 靈魂搞碎了就不可以再入輪會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灰飛煙滅 那要有著怎樣的決心 才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呢? 面對著這樣的狠角色 我也沒有辦法 等他徹底死了之後 我將眼睛關閉了 在房間裡摸黑搜索 但沒過十分鐘 我什麼眉目都找不到 而這個時候 院外面突然響起了一陣呼叫聲 喂!水佬帶!水佬帶! 你房間什麼東西弄呢? 你是什麼鬼啊? 我的身子即時彎下 貼著窗口向外面望了一下 紫健門口有兩個高佬 正向著這房子不停地望了過來 好了 這兩個高佬又是誰呢? 我們下集再說 我們下集再看 一個小龍的東西 然後這邊批凍 我們下集再看 雲的東西 我們下集